好 今天這一集來評測粉絲的殼 那這個殼呢 他可能會擊敗三胞胎 所以是三胞胎最大的勁敵 為什麼這麼講 等一下會來跟各位談 那他的名字叫做什麼 辛如潤 那這個殼呢 粉絲他在一些網路平台購買 他是說是60塊人民幣 大概是兩三百塊而已 那這超便宜的 那這個殼我在蝦皮看到的話是680塊 所以不管是三四百或是680 都是比三胞胎便宜 那我們就來看說這個殼到底好不好 好 那就直接打開了 那他也是做透明殼 那裡面的話呢 他的這個 各個的這個圖示包裝或什麼都蠻好的 還有呢 他有這個 背貼跟裡面的這個防護都可以撕起來 其實這個感覺看起來很像三胞胎的 第四個兄弟 四胞胎了 但是他的價格更便宜 他如果等一下評測完很好的話 那他完了 他就是會把三胞胎打敗了 那第一名就會變他了 我們先把他的這個保護膜都先撕掉好了 內外都有 然後他的這個好處是 他連這個按鈕的部分 他也有保護膜 所以是做得非常的仔細的 我先把他背面的保護膜撕起來 這個保護膜上面這邊可以撕起來 好 我先撕起來 所以他在防刮的部分也是非常的仔細 那我就把它貼在這個盒子裡面 那我看了一下裡面是沒有保護膜的 外面才有 那裡面的話呢 他的這個磁吸 他是可以摳得到的 那他不是內砍式的 不過做得很平整 所以他不是內砍式的喔 他碰得到 其他的膜的地方呢 他應該是這個 一個相機的地方 他有一個保護膜 我們會把它撕起來 所以我剛才講錯了 他只有兩個膜 所以這個貼紙也撕起來 好 那這種透明殼呢 本來就是會沾紫印 這是很正常的 我現在在摸他的背板喔 其實他這個很像三胞胎 其實他這個 這個型很像 就是一模一樣的 我現在在摸也是 他的背板很圓潤 那也是邊稍微高一點點 但是他的這個刮手感 我覺得 比那個Mega King跟搭配好 他比較不那麼刮手 所以 我覺得他的這個邊 比較圓潤耶 完了 那他贏三胞胎了 他的這個背板是比較好的 然後他的這個邊 是有氣囊的 我是覺得這個 會不會是Specon的啊 Specon的那個三兄弟的 演發出來的 公用的膜 所以你看他這個也是有氣囊 在這個四個角落 然後他的這個鏡頭 也是這個軟的塑料的 基本上看起來一模一樣 然後他的這個按鈕的部分 是畫兩刀的按鈕 這邊也是 然後他的這個 那個吊飾孔是放在上方 又結合這個Castify的這樣 用到上面去 三胞胎的好像是在下面 他弄到上面去 然後 就沒有其他特殊的這個設計 就是說他有氣囊 完蛋了耶 那他這個會贏三胞胎了 那這個是最近才出來的 他的這個銜接處也是摸得到 可是比較不那麼刮手 哇那這個很好 放在桌上也是還蠻穩定的 另外一邊當然是會翹啦 但是你一般正面這樣放都是很穩的 那我們測一下他的這個重量 52.3 算中規中矩 還好 不會太笨重 那我們把它安裝一下 那其實你們應該是要去清潔一下 這個會有指印跟這個是正常的 好我就直接裝了 我不清潔了 哇完蛋了 那我覺得他贏了耶 那各位觀眾 那三胞胎現在輸掉了 現在這個變第一名了 第一個就是說他的這個手感啊 他更好了 他這個邊摸起來呢 刮手感更低更舒服 比較沒有那麼刮手了 然後這個鏡頭框呢也是有高於鏡頭 按鈕的話非常好按 這個邊呢都是非常漂亮很服貼 然後下方的開孔呢 是四六開的這個刮的都很精準 第三方的這個開孔也是原廠型的 稍微大一點點 另外他是四個角是有這個氣囊的 但是他的這個氣囊不會太突兀 其他地方就束束的 然後吊飾孔呢是開在這個 電源鍵的上方 這個按壓都是很好的 那現在關鍵來了 關鍵來看一下說他的這個拍照按鍵 哇他這拍照按鍵也很好按 不過他的拍照按鍵呢 我看一下也可以啦 他拍照按鍵也是好按的 沒有問題啊 我再試一下 完了可以耶 好我們再測最後一個磁吸 如果他的磁吸很強 那這一次的霸主完了 就被他贏去了 第一名變成這個了 好我等一下會講說為什麼他會變第一名 啊完蛋了 他這個磁吸 他這個磁吸兩倍吸力了 這個超強的 這個磁吸超強的 好吧 那各位觀眾 各位頻道的小老弟妹 完了 第一名的殼 變成這個 辛如潤了 變成這個辛如潤了 變成這個辛如潤 我先來講說為什麼他可能會變低 因為第一個他的價格這麼便宜 然後他現在這個手感非常非常好 而且他的這個非常的平整 各方面都很好 他現在只有輸三胞胎的一個地方就是 他的這個MagSafe他是沒有內砍的 可是他沒有內砍的我覺得不重要 因為我們重點是說他的磁吸強不強 問題他這個磁吸那麼強 那就沒有問題了 他的按鈕是比較有一個彈性 可是也是好按的 所以至少有按鈕啊 然後在上面的滑動呢 也是非常好去操作的 然後他各方面這個保護邊框 我有貼小好的保護貼都可以 啊完蛋了 那這個可以了 這個第一名了 那現在他打敗了 因為如果你說60塊人民幣 60塊人民幣乘以多少啊 現在人民幣是多少 4點多 我算5的話也才300塊耶 韓運300 200多塊300 啊你做成這樣子 我就不會管說他有沒有內砍式的啊 那我也不會管說他這個案件怎麼樣 他有案件啊 只是說他的案件 他做的這個範圍比較小 但是他比較小的時候 他旁邊是做的比較大 所以你在按的話其實還算好按 但是你說如果真的那個什麼啊 三胞胎的按鍵他做的比較大 三胞胎的殼的按鍵又會更好按 可是以他這樣子已經很好按了 那他就贏了 那這個殼現在就是第一名了 那所以 哇那你們要自己去找了 那我在蝦皮看說這個殼 在台灣蝦皮賣好像680 那我這個 那這個粉絲他說他買60塊人民幣耶 那這個殼就贏了 好吧那今天這一集就是 那他賭對了 那現在呢第一名的已經不是三胞胎了 第一名的變成這個殼了 而且他各方面的手感都是非常的滑潤 很舒服 然後他的這個其實邊也是有稍微高一點點 其實他這個型完全就是跟三胞胎一模一樣 可是他的這個邊的處理我覺得更好了 然後再來就是說他的價格更便宜 然後也是有按鈕 那按鈕的話是稍微比較小了一點 就是他接觸的面積 可是他旁邊一樣這一圈做的 你在按的時候還是非常好按的 那只是說是稍微比較緊一點點 但是還是非常好操作的 那這個殼就贏了 好吧那現在第一名呢 就是這個了 心如潤了 那你們要自己去找了 好那今天這一集就到這囉 希望對人很有幫助 不正確 對人來說 對人來說 感谢观看